院会后记者会 一句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用的就是来牛引发舆论哗然 为了避免争议扩大 丁一鸣已经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来请辞 那么传出苏贞昌已经同意 最新的消息我们要连线给记者林秀宜 好了主播因为牛肉面杂讯息风波引发一连串争议 15号大约中午12点平面媒体爆斗传出丁一鸣请辞 正院一开始先驳斥搜席不识 不过隔了10个多小时行政院还是证实 丁一鸣在15号晚间是已经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请辞 而苏贞昌未留不成后也在当晚同意丁一鸣辞去职务 而丁一鸣也表示行政院发言人的责任 是协助行政院对社会人民进行宣传沟通 发言人角色应该是成为行政院团队的助力 而不是团队的负担 为了避免行政团队在政务推动上造成困扰 他才会辞去发言人职务 不过丁一鸣今年5月20上任10月11月15请辞 刚好过了180天 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指示 接下来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将正式兼任行政院发言人一职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到晚同内